你有没有发现一个诡异的现象 过去十年 我们每天都在用手机上网 可真正改变你工作方式的工具 其实是在最近这一两年 才突然出现 而且是一夜之间 铺天盖地 你甚至来不及反应 他已经悄悄住进你的生活里 而第一个站出来说两年后 世界会完全不一样的人 不是科幻作家 是那个永远穿黑色皮衣的黄仁勋 你可能觉得他又在吵话题 但我告诉你一件事 当年他说显卡不只是打游戏的 那是2012年 台下几乎没人当真 结果十多年后 整个AI产业都站在他当初指的那条路上 现在他再次点名台湾 说这座岛正站在AI革命的核心位置 你不觉得背集有点发凉吗 这不是公围 这是预告 这里是意识觉醒 记得按赞 订阅 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影片 先别急着兴奋 我们先回到一个现实画面 你现在用的这些聊天工具 画图工具 剪影片的辅助软件 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好用 不是因为人类突然变聪明 而是背后那一颗颗算力怪兽 开始量产了 而这些怪兽 几乎青一色都出自台湾的产线 这不是政治口号 是商业现实 全球最先进的AI芯片 目前能稳定量产的地方 就在那里 你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AI是发动机 那台湾就是装着曲轴和活塞的那家工厂 没有它 所有美好蓝图都只是PPT 黄仁勋真正厉害的地方 是他不是在讲未来 而是在拆现在 他说 现在的AI 就像2007年的第一代智慧手机 当年你拿到那台触控屏手机 只觉得新鲜 却没想到几年后 银行 外送 社交 影音 全部被装进一块玻璃板里 而今天的AI 正处在那个节点 你现在用它写几段文字 修几张图片 只是玩具阶段 两年后 它会开始接管你的决策流程 你的学习节奏 你的工作模式 甚至你的判断力 这不是取代你 是放大你 但问题是 谁的放大器最强 谁就会先拉开距离 你有没有发现 过去一年最紧张的人不是学生 是公司老板 因为他们第一次意识到 一个会用AI的新人 可能抵得上三个旧员工 而更残酷的是 这种差距不是慢慢拉开 是直接断层 这就是黄仁勋说世界两年内会面目全非的真正含义 不是城市被改建 是人的价值排序被重写 他说 未来每个人都会有一位私人AI导师 这不是噱头 而是已经在发生的事 现在很多学生用AI改作文 用AI解题 用AI整理笔记 这些都只是开始 两年后 它会变成一个随时观察你弱点的学习引擎 哪一题你老错 哪一段你老忘 它会比你自己更清楚 而这种能力的基础 是模型训练 需要海量算力 而算力从哪里来 你已经知道答案了 你可能会问 那跟台湾到底有什么关系 不要急 我们再往下看 黄仁勋说 五年内 AI可以通过人类想得到的所有考试 现在已经有模型通过律师资格考试 这不是宣传 是有数据支撑的 而当这种模型规模化时 它需要的不是灵感 是稳定 可复制的硬体生产力 换句话说 这不是天才的舞台 这是工程体系的胜负局 最让人忽略的一点是 它提出的巨生智能 也就是让AI走出屏幕 进入现实世界 车子 仓库 医院 工厂 全都会变成会思考的机器 而这里的关键不是演算法 是传感器 是边缘运算 是低功耗 高效能的芯片组合 这些零组件的全球最大供应链 就在台湾周边 这不是偶然 是几十年电子制造 累积出来的护城河 所以 当黄仁勋在台北讲说 英伟达的一切 从这里开始 那不是煽情 是供应链地图的现实描述 而你现在看到的AI热潮 才刚刚走到爆发前夜 等到企业全面导入 机器人开始上街 自动驾驶真正落地 你会发现 原来这场革命 早就决定好 主舞台在哪里 只是大多数人 到现在才开始抬头 你现在可能会觉得 这些都离自己很远 可我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 你上一次认真学习 一项新技能是什么时候 是三年前 还是大学毕业那年 而现在的现实是 AI正在把学习这件事 从一种痛苦的负担 变成一种随时插电 就能升级的外挂 这正是黄仁勋说的 私人导师时代 不是孩子才需要 大人更需要 因为职场淘汰的速度 已经快到连解释的机会 都不给你 而这一切发生的前提 是背后有足够强大的 算力支撑模型持续进化 再往下看 他第三个预测 五年内 AI通过所有考试 听起来吓人 其实背后是一条非常简单的逻辑 考试本质是模式识别 是提形组合 是概率推理 而这些正是机器最擅长的是 真正拖慢它的不是智力 是算力和资料量 而这两个瓶颈 正在被同时击穿 模型规模每一代都在翻倍 训练芯片的产能 也在同步拉伸 这就是为什么市场会突然疯狂抢算力 因为谁先吃到足够多的芯片 谁就先完成进化 你注意到没有 过去讨论科技 总爱谈软体和创意 但现在资本市场最紧盯的 却是晶圆产能 封装能力 先进制成 这说明什么 说明这场战争已经进入重装备阶段 不再是几个天才在车库写城市 而是整个工业体系在对冲未来 而台湾在这场重装备竞赛里 恰好是不可替代的那一环 黄仁勋的第四个判断 是聚身智能的全面来临 他说 未来凡是会移动的东西 都会变成机器人 这句话如果你五年前听到 一定会笑 但现在你打开新闻 会发现自动驾驶不再只是测试 而是开始在特定城市商业化 仓库里的搬运车 早就不需要人类指挥 医疗领域的手术机器人 已经在实战中证明价值 而这些都只是序章 真正的爆点 是当成本曲线被打下来 当硬体供应不再是限制 而这一切的源头 还是回到那条 熟到不能再熟的产线 很多人问 台湾会不会只是代工 赚不到未来红利 但你有没有想过 当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密度 长期集中在一个地方 它自然会长出人才 资本和应用生态 就像当年的半导体聚落 不是一天形成 而是一次又一次订单逼出来的 而现在AI的订单 正在用更夸张的速度堆向这里 黄仁勋第五个预测更有意思 他说 未来的游戏会由AI及时生成 你每一次进入世界都不一样 这不是为了娱乐 是为了验证一个更大的趋势 内容将不再是被生产出来 而是被及时生成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影片 广告 教育 客服 设计 这些产业的成本结构将被重写 而算力越便宜 生成越自由 这条成本曲线的背后 同样离不开硬体规模化的突破 你可能开始感觉到一个轮廓了 为什么他说两年后 世界会完全不一样 因为这不是单一产品上限 而是五条技术曲线 同时穿越临界点 当学习被外挂 当考试被攻破 当机器走上街 当内容计时生成 当企业开始全面依赖AI决策 这些变化叠加在一起 就不是升级 是换代 而台湾在这里的角色 不是配角 是底盘 是所有变革能否落地的那一块沉重结构 你可以忽略它的名字 但你无法绕开它的功能 这就是为什么它会一再点名 因为如果这里出任何问题 全球AI的节奏都会被迫改写 你现在应该慢慢意识到 这不是一场科技秀 而是一场身份重分配的过程 两年时间足够让一个原本不起眼的人 因为懂得借力AI而跃迁 也足够让一个原本稳定的职位 因为拒绝改变而消失 我不是在吓你 这是我这半年看到最多的现实案例 很多公司已经不再问你会不会Excel 而是你会不会用AI把一份混乱资料 整理成可执行的报告 因为他们发现会下指令的人 价值远远高于会按流程的人 而最残酷的是 这种能力不需要十年经验 只需要你愿不愿意每天练十分钟 而当全世界都在拼软体使用力时 背后的算力军火库却在悄悄重组 这正是台湾被点名的深层原因 它不是站在风口 是站在引擎旁边 你有没有发现 过去几年 我们总觉得变化太慢 可自从生成式AI出现 节奏突然失控 因为它第一次让知识这种原本稀缺的资源 变成随取随用 而当知识不再稀缺 真正稀缺的只剩两样东西 一个是判断力 一个是行动力 而这两样AI暂时还替代不了 所以这两年真正会被放大的 不是技术宅 而是愿意重构自己工作方式的人 你也许会问 那跟一般上班族有什么关系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以前你写一份报告要查资料两小时 现在十分钟就能完成初稿 你空出来的时间拿来干嘛 是滑手机 还是多学一个工具 这一念之差 两年后就是两个世界 而当这种差距 在千万个人身上同时出现 社会结构就会开始松动 很多人只看到AI抢工作 却没看到他正在制造新职业 而这些新职业不在教科书里 在你今天的选择里 而台湾此刻拥有的优势 是他既在硬体前线 又在应用端不断试错 当你每天刷到新的AI应用 其实有一大半背后用的服务器 都在你不远的地方轰鸣运转 黄仁勋说 未来的竞争不是人对人 是人加AI对人加AI 这句话听起来抽象 翻成白话就是 谁先学会把AI当成第二大脑 谁就先升级 而这场升级赛 不会给你缓冲期 因为工具一旦成熟 淘汰就会同步发生 所以两年后的世界 会不会面目全非 我的答案是会 而且不是因为城市变了 是因为人变了 有些人会突然发现 自己比以前聪明十倍 有些人会发现 自己好像停在原地 而造成这种落差的 不是智商 是有没有把手伸向那台 已经启动的机器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回到 最初那个问题 为什么黄仁勋会说 台湾正站在AI革命的核心位置 因为当世界所有人 都在谈应用 谈颠覆 谈奇迹时 真正决定奇迹能否发生的 是那些不在聚光灯下的 基础建设 而台湾正好掌握了这张入场券 你可以不懂制成参数 但你要懂一件事 当全球最先进的算力 心脏集中在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 就不可能只是过路站 它一定会吸引资本 人才 和想要靠近未来的人 两年后的世界会怎样 没有人能给你百分之百的剧本 但可以肯定的是 学习方式会变 工作模式会变 产业门槛会重写 而这一切发生的速度 会远远超过过去任何一次技术革命 因为这一次不是工具升级 是大脑外接 所以你现在最该做的 不是预测股价 也不是讨论谁会被取代 而是问自己一个问题 如果两年后 每个人身边都有一个 不会累的智能助手 那我现在学的东西 还能不能让我站在它的前面 而不是后面 我给你三个立刻能做的动作 不用宏大 也不烧钱 第一 把AI当成日常工具 不是玩具 每天固定一件小事 交给它处理 哪怕只是整理笔记 你要训练的是下指令的能力 第二 重新审视你的工作流程 找出最耗时间 却最不需要创意的部分 把它交给机器 省下来的时间去学新技能 第三 别再等公司安排训练 现在这个时代 学习窗口不会通知你关闭 它只会在你回头时 已经消失 黄仁勋的预言 不是在告诉你未来多美好 是在提醒你时间多紧迫 而台湾之所以被点名 不是因为情怀 是因为 它真的握着这场变革的方向盘之一 而你站在这座岛上 离引擎最近 也最不能假装没听见 两年时间 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但足够让世界重新排序 也足够让一个人完成一次升级 现在你再回头想那句 两年后 世界会完全不一样 你还会觉得 它在夸大其词吗 还是已经隐约感觉到 这场改变 其实早就开始了 只是很多人 还没抬头看见 这场改变 感谢观看